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在華盛頓發表政策演講中要求伊朗改選跟章 否則將會對伊朗採出更為嚴厲的制裁 並且說美國永遠都不會允許伊朗發展核武器 在美國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之後 德蘭試圖尋求中國的說明 使道這個協議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繼續得到實施 蓬佩奧在就任國務卿之後首次發表的重大政策演講中要求伊朗做出重大的改變 並且說美國不會允許伊朗發展核武器 現在不允許永遠都不允許 擔任過國會眾議員同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蓬佩奧5月21日 在美國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發表的演講中 討論了川普政府在美國退出奧巴馬政府簽署的有關伊朗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之後 與伊朗打交道的計劃 蓬佩奧對伊朗列出一系列的要求 說這些要求應當包括在取代現有協議的一個核條約中 這些要求包括停止發展彈道導彈 釋放被關押在監獄裏面的美國人 並停止支援對中東以及其他地區的號戰和恐怖主義團體 他還呼籲禁止伊朗獲得一個重水反應隊 重水反應隊是發展核能的最基本途徑